圆桌派嘉宾尹业提出过一个观点,未来,比手身如玉更重要的是手脑如玉。 如今每天睁开双眼,各种乱七八糟的信息就会扑灭而来。 刺激眼球的虚假新闻,无良商家的收割噱头,不明真相的公众情绪。 若不能时刻保持清静,只会被带偏,被污染,被收割,而这种现象在未来只会更加严重。 社会学家斯塔夫勒庞在著作《乌合之中》中说,当一个人融入社会之中时,他便失去了自我。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,各种信息泡沫必无可避,我们更要让自己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。 1.不被大众情绪带偏。 《花冠病毒》是毕书敏2012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。 小说中,一座千万人口的城市爆发了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。 起初,在抗疫总指挥的部署下,全城老百姓并不恐慌,生活有条不紊。 可不知从哪儿冒出一对夫妇,闯入超市狂买物资,在家族群里散播谣言。 众人见他们神色慌张,也害怕起来跟风轰强。 有人因长时间隔离内心苦闷,在网上大吐苦水。 不少网友被其煽动,在留言区哀怨,谩骂,哭诉自己的不幸。 还有人因工作不顺怒气冲天,跑到大街上抗疫。 一些原本安心工作的人,一经刺激也加入其中,一场场暴乱随之发生。 最后,人们已然分不清这些愤慨的情绪来自别人,还是自己。 情商之父戈尔曼曾说,情绪具有超强的传染性和扩散性,不仅能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,也会因为一件事蔓延到所有事。 在坏情绪的传播下,所有人都会成为受害者。 想必你身边也有这种人,听风就事雨,整日起人忧天,容易受挑拨,总是抱怨,喜欢把自己幻想成受害者,消极悲观。 这些人轻易就会被大众的情绪带偏,我们与之接触,也难免受其影响,丧失好好生活的热情。 离这种人越近,越是容易被传染上负面情绪。 稍作观察,你就会发现生活中能够脱颖而出的人,往往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人。 这种人不会跟风行动,拒绝情绪传染,能分辨是非真伪,做事前都会多想一想。 也正因如此,他们才牢牢抓住了生活的主动权。 二,不被碎片信息消耗。 前一段时间,刷到一份2024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。 报告显示,2023年,网民观看网络视频的平均时长为918.5小时,相当于600多部纪录片。 当代青年平均每年在网上的阅读量,如果以字数衡量,相当于11本专注。 和这个数据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超过半数年轻人全年没有完整看过一本书或是一部纪录片。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曾直言,互联网并没有改变人类无知的状态,反而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心无知时代。 你以为鼠标一点,就能观骨金鱼须鱼,俯似海鱼一顺,轻松获得各种知识。 实际上更多的情况是,各种杂万无章,毫无营养的信息,让你无法专注思考。 王硕有一句很深刻的话,有些人看似多知道一些事,但冲击量只是知道分子,永远成不了知识分子。 随便信息的简单堆砌,看似增长见识,却难以使我们精进。 生活中太多人都是如此,热门段子张口就来,明星八卦关注得比谁还多,网红的名字如数家珍。 但读一本有难度的书,看几页就读不下去,要写书面材料时,想破脑袋都组织不好文案。 作家乌满兰将认为,一个人阅读的深度就是他思想的尺度,高层次的人往往都是深度阅读者。 沉浸于低密度的信息泡沫,只会被平庸的生活绑架一生。 养成深度阅读,深度思考的好习惯,我们才不会沦为碎片信息的傀儡。 三,不被底层圈子捅画。 赵玉平老师曾说,让一只鹤站在一群鸡当中,最终的结果不是河北鸡群捅画,就是被鸡群逼死。 处在低级的圈子里,即使你再厉害,最终也会慢慢变得平庸,泯然众人。 自媒体作家梁璐讲过自己表哥的故事。 表哥就读于某985高校,毕业后在老家县城找了一份清闲的工作。 他的想法是,以此工作为跳板,利用闲暇时间学习考工。 可现实情况是,同事们每天摸鱼打游戏,自己想要看书就会被嘲讽装。 公司内部拉帮结派,勾心斗角,私下饭局很多,不参加就会被认为看不起人。 为了能尽快融入集体,他开始强迫自己合群。 同事组酒局,他陪着喝到昏天黑地,同事熬夜打牌,打游戏,他也跟着通宵打蛋地玩。 就这样,表哥也慢慢能和同事们打成一片。 然而,和他们在一起久了,表哥慢慢忘记了初心,染上了种种恶习。 他沉溺于吃喝玩乐,对考工也不再上心,整个人变得懒懒散散。 几年后,等他想逃离时,却发现早已没有了离开的能力,只能在公司混混日子。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,叫团体迷思,意思是说,当你陷入了人群,你的行为,认知,全都会向群体靠拢,就会变得不理智。 和底层圈子一起吃喝玩乐,只会被他们拉着,不断下沉。 当你不再迎合底层,把时间花在提升自己的技能上,才能摆脱空虚和迷茫,迎来高阶的人生。 四,不被垃圾快乐迎合。 管理学上有一个嗑瓜子理论。 当我们拿起第一颗瓜子时,就会嗑到停不下来,时间不知不觉间就消失了,直到口干舌燥,垃圾快乐也是如此。 刺激眼球的短视频,让你欲罢不能,一刷就是两三个小时。 惊心动魄的游戏,让你无法自拔,一晚就是一个通宵。 然而,所有触手可及的快乐,早已暗中标好了架码。 有一位心理学家曾发表过一篇论文,指出沉迷于垃圾快乐的人,大脑皮质层更薄。 长期满足于短暗的渴望及幻想,却会让人产生空虚和挫败感,然后是无尽的恶性循环。 江汉大学有一位新生,三十岁的徐万琪。 其实,这是他第二次上大学,早在几年前,他就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,还拿过全省物理竞赛二等奖,妥妥地学霸。 可后来,他迷上了网络游戏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整日肆无忌惮地打游戏。 大学前两年,他只通过了两门课程的考试,被湖北工业大学勒临退学。 步入社会后,没有学历的徐万琪在工作上屡自受挫,他这时才意识到,除了游戏玩得好一点,自己一无所长。 吃了很多苦头后,他有了重返大学的想法,也就有了第二次上大学的经历。 董宇辉曾说,第一级的快乐是直接给你想要的东西,高级的快乐则会给你设置重重阻碍。 真正的幸福不是狂欢后的落寞,而是努力过后满满的充实感和成就感。 垃圾快乐,廉价快感,谁都可以获得,而珍贵,持久的快乐则需要沉下心去换去。 远离迎合你的廉价快乐,选择困难但有价值的事。 一开始或许会步履为奸,但坚持过后带来的回甘,才是滋养你一生的源泉。 社会学中有一个词叫宠物人。 所谓宠物人就是没有思想,不能成长,每天沉溺于各种短平快刺激里的人。 他们情绪的起伏,总是受他人的影响,他们做出的决定,往往取决于周围人的暗示。 尼采有一句话,不能听命于自己者,就要受命于他人。 警惕成为俗世里的宠物人,守护好自己的思想,才能维护好自身的能量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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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业 都可以付出的决定。 在下方留言。 如果你们有个人数字和订阅,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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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,乐worth馆 订阅 订阅 订阅